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是为了预防洗钱活动 维护金融秩序遏制洗钱犯罪及相关犯罪而制定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24次会议于2006年10月31日通过 自2007年1月1日起实行 十年来中国反洗钱工作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成绩令人瞩目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是中国证券行业领先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提供商 提供经济 销售和交易 投资银行等综合证券服务 公司认证旅行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职责 积极配合人民银行有效开展反洗钱工作 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我们投资吧 我们不懂得怎样操作 没时间 没专业知识 怎么办 听说某某的朋友是股市高手 找他帮忙操作 OK 约个时间到你们公司下 嘿嘿嘿嘿 大盘指数 七千 八千 九千 先生您好 我是证券工作人员 不好意思打扰您 核对您账户情况 监控到可疑交易 不是吧 我马上看一下 提示 为达到某种目的把身份证交给不明身份的人 或者出租 出借身份证 很可能 被他人假借你的名义从事犯罪活动 帮助他人洗钱或完成恐怖融资活动 成为金融诈骗的替罪羊 遭受钱财损失和生率损失 信用状况受到合理怀疑 如发现洗钱线索 请及时拨打 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举报电话 010-8809-2000